欢迎来到《风铃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新移民如何调整心态,克服困难,在新国家适应生活,重新出发。 最近几年,中文网络上出现一个新词,润,就是逃出中国,移民西方国家的意思。 移民的理由成千上万,不外以下几种。 一对中国的应试教育不满意,让孩子接受西方教育。 二家里积累些钱,在国内总是缺少安全感,怕哪天被打吐好了。 带钱移民海外就安全了。 三,在国内失业受阻,或投资失败,或领导打压,或遇到什么不顺心之事,想换个环境。 四,受不了国内的政治环境,认为言论自由不够自由,因为网上说了几句话,被警察请喝茶。 五,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出国学习或找工作。 许多人出国之后,特别是男人,又感觉国外不如国内热闹,国外举目无亲,无友,生活单调,如果不是理工科背景的,工作难找。 有的男人,移民后,把老婆孩子安顿下来,自己又返回国内。 夫妻分居时间已久,在国内遇到小三,离婚了。 人的移民,就如植物移栽,总会断一些根须,会出现一段时间夜黄,只枯,萎靡不振的适应期。 关键是,心理上需要及时调整,不能总想着我在国内如何风光,是什么植物,做过什么业绩,而要有一切清明,从头来过的思想准备。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老移民从头来过的故事。 重塑人生 顾玉秀从中央大学校长到美国再出发。 1980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访问学者,名叫卢幻章,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为当地的一件新闻,费城时报,还专门做了报道。 报道发表后第三天,天正下着小雨。 一个华裔老人住着拐杖来到这个中国访问学者的办公室,老人说是看了头天的费城时报特来拜访的。 这位老人是人,顶西法尼亚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他带着这位访问学者参观了他的院长办公室和学校的第一台计算机。 老人对访问学者说,从现在开始,你要一切从零开始,你要忘记自己过去是什么,做过什么。 这位老人介绍说,他48岁重来美国的时候,先住在地下室,从实验员做起的,直到后来在自动控制理论和技术方面做出成绩,才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教授。 这位老人就是被江泽民和朱荣基敬为恩师的顾玉秀先生。 1997年10月,江泽民到美国进行国师访期间,协夫人王也平一起从华盛顿专程来到非诚顾玉秀的家里,登门探访了他50多年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老师, 10年96岁的顾玉秀先生,还以学生的身份给顾玉秀先生赠送了一份厚重的尊师礼。 江泽民深情地对顾玉秀先生说,您是我的老师,我今天见到您,又想起51年前您教我们运算微积分的情景, 记忆最深的就是您上课没带书,不用讲义,全部都记在您的脑海里。 您实在了不起,您不仅是电机博士,而且是戏剧家、诗人。 顾玉秀写了一个条符赠送给江泽民,和平统一行中华,天下为功达大同, 表达了他希望中共不要对台湾动武的心情。 顾玉秀,1902年12月24日,出生于无锡城区洪桥湾, 同年时就读于四式学堂。 191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等科,苦读八年后, 于192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奠基工程科。 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获奠基硕士学位。 23岁时,发明四次方程通解法。 26岁发明故事变数,以电机顺便分析论文,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 据说是麻省理工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从赴美留学到获得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 顾玉秀仅用了四年半的时间。 1929年,归国后,顾玉秀曾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电机工程学院主任, 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当时清华大学有四位院长, 另外三位院长分别是冯友兰、叶启孙和陈代孙。 顾玉秀还是清华大学电机系首任系主任, 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首任所长, 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首任所长, 中央研究院院士, 西南联大首任工学院院长,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部长。 顾玉秀还出任过中央大学校长, 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国立音乐学院, 仅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的首任院长, 国立教响乐团首任团长, 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 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 已经48岁的顾玉秀先生于1950年7月重返美国。 从此之后, 他忘记自己过去是什么, 做过什么, 一切从头来过, 荣辱不惊, 一切随缘。 再从零开始, 住地下室, 从实验员做起的, 直到后来, 在自动控制理论和技术方面做出成绩, 才于1954年8月, 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教授。 在这个位子上, 直到1972年搬了退休, 那年他已经70岁。 由于顾玉秀先生对电机理论的突出贡献, 他于1972年荣获兰姆金奖, 他曾当选为国际应用力学名誉理事, 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 2002年9月11日, 顾玉秀在美国俄克拉和马州医院去世, 享年100岁。 他的高手, 不能不说与他做人做事, 拿得起, 放得下的良好心态有关。 顾玉秀逝世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国务院总理朱荣基, 给顾玉秀夫人王婉静发了宴殿。 江泽民在宴殿中说道, 惊惜顾老师不幸逝世, 身表沉痛哀悼, 我仅向您及您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顾老师博古通经, 学观忠息, 教书与人, 师表天下, 毕生滋滋好学, 且新系祖国统一, 献计献策, 为众所敬仰。 顾老师的崇高精神, 将永远激励后人。 顾玉秀老师永垂不朽, 美国总统布什, 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迈克, 斯维克等野军发来了致哀信。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 代表江泽民和朱荣基, 出现追悼会。 后来, 美国费城华人, 将费城华步牌楼前帝使街125号, 批为顾玉秀纪念馆, 以寄托对他的思念。 需要说明的是, 顾玉秀先生, 还是位文理监通, 学贯中西, 博学多彩的全彩。 他年方17岁, 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 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任者之一。 早于20世纪30年代, 他就曾把德国诗人席乐的《欢乐颂》译成中文。 他编导的许多戏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至今仍在现代舞台上公演。 他精通乐理, 曾破解了中国古代乐谱中许多疑难, 完成明代课印古诗词乐谱的整理, 将我国古乐整理成25调, 翻成五线谱, 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 他提出的三四八频率, 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的黄中标准音。 直至90年代, 北京、上海等地都还曾举办过他的作品音乐会。 他对唐诗、 诵词、 原曲、 明清小说的研究, 均有很深的造诣。 他毕生创作的词曲歌副纪八千多首, 出版各类词曲诗歌集达三十六部之句。 他的诗词集历代各家之所长, 推陈出新, 自成一体, 在海内外响于身高。 著名学者周古成称其诗是四飘云雾外, 诗入画图中, 赞其词为恒迪弄秋月, 长歌吟颂风。 他所提倡的重、大、 桌的诗词规范, 成为诗歌理论研究的里程碑。 有人赞扬, 他是本世纪第一位能在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学者。 他对宗教也有颇深的研究, 出版有英文的《禅宗师成绩》、《禅史》等佛学著作受到国际佛学界的好评。 到2000年为止, 他撰写出版的自然科学、文学、音乐等各类著作达87部之多。 2001年, 中国出版了《古玉秀全集》及科技、工程、戏剧、诗歌、佛学、奠基、微积分、词曲、音乐等, 共16卷500多万字, 时间跨度达80余年。 从头来过, 重要的人生哲理。 在现在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中, 有人在中国的业绩超过《顾玉秀先生》的吗? 应该没有。 既然《顾玉秀先生》二次出国后, 能从头来过, 住地下室, 做实验员, 一步一步重新发展自己, 最终取得新的成就。 那么, 你们这些新移民为何不可呢? 顾玉秀先生讲得很实在, 中国人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你就要忘记自己过去在中国是什么, 做过什么。 哪怕你曾在中国著名大学做过教授和博导, 入选过长江学者化, 获得过国家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 当过重点项目的负责人, 做过973项目的骨干和课题组长, 是某某某院士等著名学者的学生的学生, 这些经历都不用跟人说, 没人在乎。 你就是主动向别人介绍说你在中国做了什么官, so what? 是民选的吗? 一句话就给你噎回去了。 在国际科学界, 评论文讲话, 科学之外一切东西都不太管用, 无论土鳖移民出国, 还是海归重返国外, 都会面临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 反差有时相当大。 既然受到冷遇已成为事实,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坦然地承认它, 接受它, 努力使自己的心态平和, 在宁静之中, 心虚自然就会如秋水一样清澈, 在淡泊之中, 意念情趣才会变为平和愉悦, 正所谓去留无异, 人天空云卷云疏, 宠如不惊, 看窗外花开花落。 老庄哲学, 崇尚水的精神, 名师无万化, 亦与之万化, 像水一样适应环境, 山不转水转,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庄子说, 荣如历然厚毒所病, 一个人如果太顾虑自己的个人辱德师, 就会忧心烦恼, 不得已之中就会怨天尤人, 甚至自暴自弃, 结束自己生命。 诸葛亮在《界外生书》里说, 若智不强义, 亦不慷慨, 屠露露之于俗, 默默恕于情, 永窜浮于繁庸, 不免于下流矣。 他还在《界子书》中说, 辅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但博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敬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智无以成学。 银漫则不能立经, 显造则不能致行。 年于时时, 亦于日去, 遂成枯落, 多不皆是, 备守穷炉, 将复何己。 最后, 顺便说一下, 做科研, 做学问, 最需要淡泊与宁静, 板凳要做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真正的成果, 往往于持久的不经意中出来的, 拿苏东坡的话说, 这就是输出, 无异于家乃家耳。 所以, 做学问这行当, 最怕心静不下来, 为名为利, 急功尽利, 虚荣心加上极度心, 就非要折腾不可, 甚至不惜梦虚作假, 今天给领导汇报, 明天应付上级检查, 越是整天想出大成果, 越是连小成果也出不了。 手驴拉屎, 使劲往外挤, 脸憋得通红, 最后无非出些臭不可闻的东西, 上不了大雅之堂。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 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